好,咱们看下一句话 他们下句话说 The dogs have a greater freedom too for they're allowed to wander outside and included 这个狗啊,其实也更喜欢冬天 为什么呢? 它说在冬天的狗狗呢,也会有更多的自由 为什么呢? They're allowed to wander outside and included 因为他们被允许呢,在他们围栏外面四处游荡 到处乱跑,撒了花那么跑,没人管了 没有游客一般就不会伤人了 这个很简单用的是允许某人做某事 permit somebody to do 跟这个allow somebody to do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只不过allow这个词比这个permit来得更正式一点 更正式一些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名词结构 give somebody permission to do也行 给予某人自由做某事也行 这个名词结构来得更正式一点 百分钟可以变成they are given permission they are given permission to wander 这个也行,也可以 这个wander不要当中wander wander是wonder 做名词表示奇迹 做动词是想知道 但本文中这个词不能都是wander 我们大声读一下wander wander 什么叫wander呢? 就是to walk aimlessly aim是目标 aimless形容词没有目的的 aimlessly是副词没有目的地 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它有的时候可以换成动词rome 这两词在阅读阵题中可能会出现 我们分别读一下wander roam 意思一样叫漫无目的的闲逛 它跟散步还不一样 散步一般可以表示有固定路线的 take a walk have a walk 表示散步 但wander和roam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瞎走 在围栏外面到处来闲逛 狗狗也喜欢 天天出去去跑步步 到处乱跑 没人管了 但是它说冬天呢 也有人来 the only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monastery are pearl diesel skiers who go there at christmas and easter 它说冬天修道院 唯一的常客 就是一队一队来滑雪的人 冬天零下三十度滑雪的好去处 这个regular在这翻译成经常的 有规律的 regular visitor放在一块就是常客 常客就行了 但是我们在口语中不用这么麻烦 口语中表示某个商店 或者饭馆的常客 老主顾 直接用regular当名词来用 我们看这句话 he is one of restaurants regulars 他是我们饭店的一位常客 老主顾 每天下班来 一碗拉面 老板快点拉 对吧 你看这one of restaurants regulars regular 常客 但是这位常客 进店之后往里坐 这个小夫人问问 Will it be 你点什么呢 我说还是以前我点那个长菜 我平时点的菜就甭废话了 给我拿过来吧 这个是不能说的regular place 一般说the usual place the usual place 注意这口语用法别用错 那么服务员问的时候呢 一般多数呢 如果熟人可以这么问 Will it be Will it be 你点什么呢 Will it be What will it be 这个it其实就your order 您点的菜将会是什么呢 但读坏了之后呢 Wi这音节没了 只是个l的声音 l跟后面那个lt拼在一块 最后t 时期爆破 马上读这个b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就是您想吃点什么 我们带来面 Will it be Will it be 这么一个 Will it be Will it be 注意是个降调 然后呢 这个人说 the usual place the usual place 就我平时点的菜 就甭废话了 还多上来就行了 但是这个人呢 我们看他就是个regular 是一个常客 本文中说 这个修道院冬天的常客呢 是一对一对的滑雪者 注意这个party 在这儿 第一个不可能是政党了 第二个 也不是开party 不是聚会 也不是派对 那个意思 party在这儿是表示 一群人 就是有共同目的的 这么一群人 一块去旅游 一块去探险 一块去度假 一块去游泳的 这么一群人 有共同目的的一群人 叫做party 我们看一个例子 像a party of tourists 叫一群游客 而不是在一起开 这个开聚会 一群 我们还有常见的搭配 a search party 一个搜寻的小分队 大家去搜寻 那些失踪的孩子 a search party 也是一群人 有共同目的 在找这个孩子 还有呢 a rescue party 一个救援队 一个救援队 可能的这个地方 有人被困在山上 或者在地震里面 有人被埋在了 这个断臂残缘 残缘的下面 我们去救它 a rescue party 可以这么说 还有我们看在 另外一课书中 也出现这个party了 我们看在哪呢 66页 66页 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 第九行 第14课的第九行 不是不是 第49课 第49课 在224页 224页的第21行 到23行 下面看224页 第21行 到第23行 49课里面 也出现party这个词了 你看他怎么说 After being absent from the gables for a week My aunt unexpectedly returned one afternoon with a party of guests and instructed messy to prepare dinner 他说在离开这个gables 就是这个大山庄 那么离开了 一个星期之后 我的姑姑 出乎意料地回来了 有一天下午 就突然间就回来了 并且还带着一对客人 你看一块儿 为了到家里来做客的 一对客人 叫a party of guests 并且让直派Bessie 这个女佣人 来准备晚饭 instruct something to do 就明确地指示 某人做某事 大家还记得 这是有共同目的的 一群人 叫做这个party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表示一群人的 好多好的表达 比如说 大家很熟悉的group 可以吧 甚至口语中 还可以用bunch B-U-N-C-H 这个bunch 这个bunch本来表示 一都路一串一把 你像a band to grapes 一都路葡萄 a band to bananas 一把香蕉 可以用它 那人是一都路一串 在一块呢 也可以表示一群 或者用crowd 一群可以 甚至用band也行 这个band可以表示乐队 也可以表示一群人 都行 你比如说 我们在第十四课 六十六月第九行 出现了这么句话 六十六月的第九行 出现这么句话 它叫 600 years ago Sir John Wickwood arrived in Italy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and settled near Florence 在600年前 约翰 霍霍霍的爵士 来到的意大利 怎么样呢 还带着一队士兵 一队士兵 一群士兵 用的band 被它驻扎在佛罗伦萨的附近 这几个词一般来说 跟perty可以替换 表示一群 注意perty是多一词 不见得是政党或聚会 是共同募集的一群人 当然指一群人 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具体的表达 你像这个team 可以表示一起工作的一个团队 当时我们取的那个American team 美国的考古队 可以用它 或者一个球队 或者一个工作的团队 团队精神叫team spirit 可以用它 还有呢 像gang 咱们以前讲过 在生词中还说过 gang是什么意思 可以表示一帮大坏蛋 叫匪帮的意思 咱们说什么粉碎四人帮 smash the gang of four 就一帮坏蛋 一帮匪徒 匪帮也是一群人 我们再读一下 前面发a 后面舌根拱上去 发a a a 舌根拱住 再来 gang gang 这是匪帮 一群坏蛋 还有呢 像delegation 叫一群代表 咱们叫代表团 一群代表 都聚在一起 代表团 我们再读一下 delegation delegation 这个也行 还有一个词呢 叫一群 杰出的人 一群伟人 了不起的 一些这个人物 一群伟大的科学家 一群伟大的艺术家 杰出的演员等等 我们用哪个词 用星系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galaxy galaxy 这个词本来表示星系 如果前面家定过词 the 这个g在大写的话 the galaxy 就可以表示 我们生活的银河系 如果小写 就是一般的星系 星系中群星灿烂 如果一群人 每个人都是一颗明星 有大猩猩 有小猩猩 在一块是一群杰出的人 galaxy of artists 一群了不起的艺术家 在一块 有大猩猩 有小猩猩 galaxy of scientists 一群伟大的科学家 都可以用它 这是表示一群人相关的表达 我们在写作中 不同场景下 用不同词汇就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叫 at Christmas and Easter 在圣诞节或复活节假期 去那个地方的人 注意这个Christmas和Easter 圣诞节和复活节 都属于宗教节日了 但是注意前面这个戒词 如果加戒词at 说明在节日期间 因为圣诞节和复活节 要放很多天价 在节日期间 叫at 如果非要说 在节日当天 具体某一天 注意得叫on 在圣诞节当天 叫onChristmas day see和d 这两个字都必须大写 这两个字母都大写 在圣诞节当天 同样的 在复活节那一天 一般是三月底的某一天 它来自于那个 犹太教的那个阴历 一般是 换成功力是三月底 或四月初的某一天 就在on Easter day 在复活节当天 那么在假期期间 我们要用at 注意at Christmas 和on Christmas day 含义是不一样的 英语中太精确了 讨厌 那如果在周末怎么办呢 weekend 周末是两天 注意周末 有两个表达 这更讨厌了 如果在英联邦国家 一般都说on weekends 在美国 在美国一般用on weekends 这个表达 英联邦国家 在英国和澳洲 一般at Christmas at weekends 在周末 在美国 或者在什么加拿大 一般on weekends on weekends 一般是这么来说的 这是英识美识不同 这个再来一遍 具体某个长假期间 可以用at 假日的某一天 具体这天用on 如果在周末呢 在北美洲 显得更流行的 在美剧中 一般用on weekends 在英联邦国家 更喜欢用at weekends 在英国 在新西兰 在澳大利亚 多用这个搭配 但是他们互相间交流 是能听懂的 在交流期间 是能听懂的 这是在节日期间 一些表达 这个注意 好 最后一句话说 This young people who love the peace of the mountains always receive but will welcome at same banana monastery 这些年轻人 他们喜欢山区的宁静 在圣伯纳德修道院 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物以稀为归 人太多了 就让人讨厌了 过了很多天 来了一群人 我们就欢迎他 这个who love the peace of the mountains 这是非线的 新东西从剧 补充说明一下 他们喜欢山区的宁静 这个年轻人 怎么样呢 在圣伯纳德修道院 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个受到欢迎 大家自己写 可能更喜欢用被动 are always warmly welcomed 总是被热烈的欢迎 因为中国人喜欢用动词 喜欢被欢迎嘛 这个表达不能说错 但是总觉得不够地道 而且不够那么庄重 在本文中 用受到热烈的欢迎记住 用receive a word welcome 这表达 可以把它背下来 当作固定用法 大家可能不喜欢 这么来用receive这词 receive大家可能更熟悉 可以比较收到一个东西 I received a letter this morning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封信 用这个词大家更熟悉 还有我们在以前说的那个 receive money 表示赚钱 咱们的第四课讲过 赚钱 receive money earn money make money 但是记住 receive也不是受到 得到 甚至遭到 受到了欢迎 也用receive加名词 这个表达 比如动词被动 要庄严正式 而且更低道 还有一个跟欢迎常见的搭配 叫 Let's all extend a word welcome to visitors 让我们一起 向来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质疑热烈的欢迎 这个也是跟welcome搭配 常见的动词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 extend extend 注意不要动成extend ex 有一个s在作怪 在s后面中读的音节 那么轻辅音必须浊化成the but 读成the 再来一遍 extend 这叫质疑什么什么东西 这句话跟老师一块读一下 顺便就把它背下来了 让我们一起 向来一遍 质疑热烈的欢迎 一起来 Let's all extend a word welcome to visitors 好 我们一起来 再来一遍 Let's all extend a word welcome to visitors 一起来一遍 质疑热烈的欢迎 受到了欢迎 质疑欢迎 相关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receive这个词 咱们不能打住 举一反三的得多看一看 这是一个文雅的书面语 用法特别多 而且中国同学往往不习惯 就是receive加名词 表示受到 得到 甚至倒霉的事 也可以表示遭到 怎么怎么样 receive加名词 这其实类似于一个动词被动的含义 你比如说我们再看 在二十三课里面 一百一十四页的第九行 一百一十四页的第九行 出现这么句话 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 abuse and abuse than the common garden stale 没有任何生物 受到的表扬 和遭到的谩骂 能够超得过 常见的花园的蜗牛了 花园的蜗牛 有人特别喜欢 把它当美味佳肴 有人一看到蜗牛 就讨厌 就想吐 你看 受到表扬 receive加名词praise 遭到了谩骂 receive加名词abuse abuse咱们讲过 辱骂虐待或滥用 在这儿是辱骂谩骂的意思 你看用的是receive加名词 咱多说几个 比如说遭到了侮辱 receive insults 这个insult这个词一般表示语言的 什么羞辱啊 侮辱啊用他 这个词一般用复述常见 叫遭到了侮辱 遭到了羞辱可以用他 再比如说我说这个人呢 这个得到了欢迎 这个得到了支持 receive support he received a lot of support from us 他得到了我们的很多的支持 得到支持 就相当于be supported 类似于这个用法 但receive加名词更正式 再比如说 这个带四侧的二十八个 就出现病人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叫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receive adequate 就充分的治疗 就是treatment 可以这么说 这个男孩子 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the boy has received good education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叫得到了或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些表达见过之后 放心用 非常优雅 尤其适合咱们在书面中使用 而书面也在我们中学和大学生出考试中 站的比例往往会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搭配 比如说这个事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关注可以用名词attention的 是不是一样可以用receive加名词呢 咱们先看看一课书中是怎么说的 146页的第二上 看看是不是依然用它 146页的第二上 就是在第31课 可爱的怪人这个书 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大家还记不记得the press 咱们在第五课讲过 the press可以表示新闻界 报界 舆论界 这次展览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的关注 你看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新闻界再加个in the press就好了 这些建国的表达咱们就放胸了 receive加名词也是第八课 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好 第八课呢 语言文字本身看似不太艰深 但是里面出现的重点表达 和一些精彩的搭配特别多 特别的频率特别高 希望大家把这个我们课程的讲解 反复多次收看 关键地方可以记好笔记 甚至要过目成颂 搭配背起来 记住李老师说的 英语不是知识 英语是个手艺是个技术 知识明白了懂了就可以了 但手艺技术必须一个字要熟 怎么样熟呢 牢牢地印在脑子里面 否则的话你的英语是死的 学了半天白学了 两天就忘了 希望大家要有这个认劲 我们的长线课程 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扎着时提高 但是对我们未来的各种的考试 我们未来的考研出国会有巨大的帮助 我们未来人生恐怕谁也离不开英文 而新科技三策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helper 一个助手 好 第八课重点文章 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